各位观众好,我是一季太太 欢迎各位与我一起分享娱乐新闻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铁肺哥后珍妮曾以演员复生相爱 然而相爱期间却失子四次 直到复生意外离世 都没能为复生留下一儿伴女 在复生离世四年后 却突然怀孕生下一个女儿 面对大众的疑问和指责 珍妮默不作声 直到二十年后女儿成年才说出真相 真实内幕让人泪崩 珍妮原名珍书师 1953年的2月出生在澳门 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奥地利人 珍妮完美地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高挺的鼻子,深邃的眼睛 从小就长得漂亮的她 不管走到哪儿都是焦点 有一次,剧组来珍妮的学校拍戏 摄像老师的镜头不小心晃到了她 之后就彻底被这个长相标致的混血女孩给吸引了 那时候的她才17岁 珍妮也因此踏入了娱乐圈 1972年珍妮和刘家昌合作演唱了穷妖电影《白无知恋》的主题曲 之后珍妮就跟她合作了无数的音乐 在刘家昌的培养之下 珍妮成为了第二个在红看体育馆开演唱会的女歌手 超高的歌唱水准更是被媒体称为铁肥歌后 那时的珍妮完全可以和邓丽君平起平坐 认识复生时,珍妮已大火 她与徐晓凤、汪明犬并称是歌坛三巨头 红透港澳台,横扫各大奖项 有人说,珍妮的战机唯有梅艳芳可破 当然,复生也并非平庸之辈 彼时她被少使力捧 被誉为李小龙接班人 复生第一次见到珍妮 很是轻跳地说了句 这个小妞不错嘛 珍妮也是直接执性子 当场回复说复生太孩子气 这句对白成了他们爱情的开始 也造就了两人的姻缘、纠葛、生死依恋 以及生生不息的怀念 当时是狗仔最疯狂的年代 复生与珍妮两人相爱 根本没办法公开去约会 他们只能在下班后再约几个好友 像迪龙、江大为等人一起去打保龄球 他们经常打保龄球的球馆名叫 佳佳保龄球馆 于是每次打球 迪龙都会对珍妮和复生半开玩笑地说 佳佳之恋又来了 珍妮倒是无所谓 19岁的她出场爱情 笑得青涩又热烈 一个是未来功夫巨星 一个是当红歌坛一结 他们的结合比锦上添花还要堵目 热恋两年后 珍妮想要结婚 当时珍妮二十一岁 父生才二十岁 珍妮却直言她太想结婚了 太想和父生在一起 太年轻的爱情很难被祝福 珍妮的父母姐姐都不同意 父生是大家族出身 家里人更是反对 父生的爷爷曾怒骂 一个戏子娶歌女 父生自知斗不过权威 想延后结婚 她对珍妮说 明年再结 珍妮却一口回绝 不行 今天一定要结 多年后 珍妮这样对媒体解释 就是非那天不可 就是非这个人不嫁 也是源于她对爱情的期许 刚开始听闻男友想退缩 珍妮一度感到心酸 但好在一个老人站了出来 她就是知名导演张辉 张辉对珍妮和父生说 想结婚就结婚 张辉支持他们结婚 这个肯定 给了他们无尽的勇气 他们真的结婚了 虽然不被任何人祝福 1976年 傅生向老板邵姨夫 借了三辆豪车 两辆冰士和一辆劳斯莱斯 他将豪车全装扮成花车 光明正大的在大街上开 场面之盛大 是圈内首例 举行仪式时 珍妮一直在笑 傅生很温柔地看着她 那个瞬间 所有人都窥见了爱情的美好 歌星嫁演员 无论外在还是内在 无论是名气还是财富 都般配得令人艳羡 珍妮想要嫁给父生 不光因为她爱父生 更因为她渴望有一个孩子 独属于她和父生的孩子 结婚后 珍妮放缓了事业 后来又索性全身心去备孕 她不唱歌了 也拒绝演戏 但也在家里 每天想着生孩子 很不幸 她怀上了 又失去了 第一次怀孕 失子 第二次怀孕 又意外失子 珍妮有苦说不出 到第三次怀孕 她想到求助大仙帮助 当时台湾有个黄大仙很出名 珍妮瞒着所有人去祈福 因害怕又失去孩子 她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一动不动 两个月后 她再想下床 围追骨疼得不行 站都站不起来 后来被家人抬进医院 她才获知 胎儿早就离世了 死在了肚子里 珍妮还是失去了孩子 前前后后 她共经历了四次 身体每况愈下 她盛名在外 要钱有钱 要爱有爱 终究得不到一个孩子 日子久了 珍妮性情大变 越来越烦躁 她最看不顺眼的 就是丈夫附生的朋友们 她称那都是狐朋狗友 附生很珍惜这些朋友 于是 两人总爆发争吵 但每次吵完架 附生都会哄珍妮 她写了很多情书 据传她们家的情书 从天花板往下贴 能一直连到门口 有的时候 珍妮性格急了 即便附生认错 也嚷嚷着要离婚 离婚是珍妮对附生 说过最多的气话 附生无奈 急得直锤强 有一回 附生拍戏前 身上只贷了20元现金 结果到剧组 有演员提议要附生请客 附生开玩笑地说 她身上只有20块钱 因为老婆只给了她20块钱 此日 于是头条写道 附生口袋只有20元 不如狗 因这些新闻 珍妮成了毒妇 虐待狂 那是珍妮被批得最惨的时期 而这种非议也隐隐中 铸造了一起大悲剧 不久后 附生看中一辆保时捷 是改装过的 很贵 珍妮不想买 可这时附生的朋友们又起哄 说珍妮苛刻 珍妮受不了 于是买了 这个决定 成了珍妮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附生开着这辆保时捷 还有她的三兄弟 一起在高速上奔驰 开着开着 车辆突然失控 他们不幸遇难 附生的情况最为严重 脊椎骨折 严重内出血 最终因伤势太重 不治身亡 当珍妮得知这个消息 眼泪直流而下 悲伤的一度说不出话 随后珍妮整日用酒精麻醉自己 甚至一度想随附生去了 但她的家人阻止 家人为了防止她想不开 还用布条绑住她的手脚 之后轮流盯着珍妮的一举一动 就算她睡觉也在一旁看着 这样的日子 珍妮过了很久 久到她逐渐麻痹自己 一年后 珍妮开了演唱会 站在台上的她依旧闪耀 当天她执意要唱一首 再度孤独 她用高昂的声音唱着 此刻找不到声的意义 人活但如死 唱到这句 珍妮哭了 在几万人面前 掩面痛哭 这是她有史以来第一次当众崩溃 当天珍妮一开完演唱会后 又淡出歌坛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 四年后 珍妮回来了 还带着一个小姑娘 珍妮说是她的女儿 名叫珍家平 娱乐记者们迫切地想知道 珍家平的生父是谁 可珍妮就是不说 女儿的秘密 她隐瞒了二十多年 直到二十一二年 女儿已成年 珍妮才在明日之星 说出了真相 原来 当年的五大明星都有个习惯 因害怕发生意外 而不能生育 于是大多人都会提前在医院 留存精子 复生生前也留了 而珍妮因泰国思念复生 又想要孩子 于是跑去美国 靠人工受孕 生了女儿 珍妮的姐姐说 这么多年来 孩子的房间里 全是复生的照片 珍妮从未对女儿隐瞒身事 珍家平大学毕业那年 珍妮正式告别舞台 买了一个农妆 打算在田园生活里度过一生 其实 刚买下农场时 珍妮也没打算吸引过田园生活 只是想在闲暇时 跟朋友聚在一起开发农场 没想到经历了前三年 亲自耕种的乌农生活后 她彻底爱上这种自栽自吃的乐趣 于是 她逐渐减少荧幕前的演出 并在2014年后 全面吸引回归田园 过上了种菜赶羊的农妇生活 珍妮还大方分享过 待在农场时的作息时间 她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 欣赏一下田园里的虫鸣鸟叫后 就开始画画 烧陶瓷 之后才开始种菜 喂养弄物 如果饿了 就提着菜篮子去田里摘菜 挑一颗被菜虫咬最多的青菜 回家下厨 她解释道 这代表这颗菜最鲜甜 有时 女儿还会劝她去谈恋爱 但珍妮每次都摇头 知道母亲的意志坚定 女儿也就不再劝了 直到很久以后 一节目专门去看望珍妮 聊了很多乐坛去世后 又提及去世多年的复生 珍妮很淡然地称 她有感觉 她和复生下一辈子也是夫妻 她希望生生世世都是 这话她已重复无数次 年轻的女主持人问她 过了这么久 你现在对复生有没有怀念 珍妮本来笑着 脸色突然暗淡下来 很冷静地说 她从来没忘记复生 她知道复生永远都在她身边 那是复生去世后的第26年 那一年她青春不在 她也再没有爱过任何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稽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